Hello YouTube 又是我Forenz 今次跟大家去了明洞這個很特別的小動物cafe 不過也有一點想提醒大家 剛剛看到一個最新的更新 就是明洞這間小動物cafe 將會搬到雲大 明洞現在已經是沒有了 大家如果真的去的時候 就要去雲大那間 特別推介給喜歡小動物的你 因為它不是一般香港的貓狗cafe 它裡面的小動物會有烏茵 腕紅 狐狸 這些比較特別的動物 說得動物cafe 當然會有一點動物氣味 不過整體也很乾淨 上面最主要不是提供食物的地方 最主要是讓你近距離 可以接觸到這些小動物 我自己就覺得 它比水族館好玩 和其他動物園 因為本身是隔著玻璃 但是這些你真的會碰到 這麼多款動物來說 狐狸也真的挺有趣 這麼近看 覺得牠們有點像小狗 但是又會有些小貓的叫聲 很可愛 很可愛 問過工作人員 他們說是兩隻女孩和一隻男孩 那麼黑色那隻是男孩 牠特意爬上去告訴你 牠特意爬上去告訴你 牠特意爬上去 這隻貓 你不再摸牠們嗎? 天啊 你們看 時間已經過了 陳先生很喜歡烏梦 這個烏梦不停張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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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裡面玩了很久 他們也阻止 大人喜歡黏著人睡覺 是五歲的 喂,不要擠在我身上 那邊也有人 是不是有什麼誤會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拉完臉就過來 好可愛啊,我寶貝 其實在泰國我有見過袋鼠 不過那裡的袋鼠就比較幼稚 有點兇 還有可能整體比較大 那這些寶貝就沒那麼 得人害怕的 這些袋鼠寶貝都很有趣 正常袋鼠就不可以摸 不過他這些就不太怕人 唯一可惜就是這款 小班寶貝 我們就摸不到了 因為他說 有輕微攻擊性會咬手指 暫時都未開放給客人回動 不知道雲大那間 遲些大家去有沒有機會跟他們親近 至於這隻腕虹呢 我們去玩了一整天 都見他睡著 緊睡覺 是臨走一點 才見他動了兩下 不過也挺有趣 晚餐就吃了光貌的生肉 推介給大家 超級新鮮的肉 那今集就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